我相信很多人都跟爸爸一樣,早上起床是不空折皮的 但床弄得這麼亂,又不理他的確不是那麼好 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就知道了大家的煩惱 發明了一款會自己整理床鋪的智能電動床 電動床的兩側各有一條機械手臂,再加上一條滾軸 我們用家只需要按過鍵,就可以將被單由床尾拉到床頭 同一時間隱藏在床內的枝架會將枕頭升起,讓空間機械臂將被單鋪平 整個執床過程都只是50秒 相信我們很快就會過著翹上雙手臂,等床服侍自己的日子 鹽不單可以拿來煮食,還可以拿來畫畫 來自克羅地亞的一位藝術家就用鹽畫出了一幅又一幅富有靈魂超級逼真的畫像 他認為比起傳統畫筆,用鹽可以增加立體感 從而昇華自己的作品表達出最好的意念 他每畫一幅鹽畫都需要兩到三天的時間 接著的一瞬間就會將自己的作品親手毀滅 這是因為他認為世界上沒有東西是永恆的 真是令人驚嘆他的瀟灑 美國一位攝影師偶然拍攝到一群懂得發藍光的海豚 他們暢遊在黑暗的海水之中 身體好像拖著條淡淡的火焰一樣 真是有如童話世界才會出現的美麗場景 這些藍光其實是源自於在海上聚集的棗類或浮遊生物 當海豚通過牠們的時候 就會觸發這些生物裡面的一連串化學反應 產生生物發光現象 這裡有四條剛剛出生的BB蛇 在盆栽探過頭出來 大家在畫面上看到的是位於尼泊爾山區的吊橋 它是當地非常著名的旅遊景點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我們走動了 看吧 慢慢來 我們下一個 的 感谢观看